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厚仪 他总是给人比较铁汉的一个霸气形象 但是1992年一场健康幼稚园火烧车惨案 让他的儿子命丧火枯 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历经丧子的打击 他却没有因此倒下 反而将这股追星之痛 化作为奉献国家的力量 不但将火烧车的理赔金 全数捐给了 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更不断来推动各种 跟幼儿安全有关的相关政策 要继续照顾下一代的安全 邓蒜生整天想猴云一让 全场情绪沸腾 但这位连两年在新北市场选举 狂拿百万票碾压对手的铁汉探长 在这年曾是他最脆弱的时期 这个是死亡的民分 刘士尤 情况非常混乱 里面又浓烟密布 1992年5月15号 健康幼稚园满载53名 师生家长的游览车 从台北出发新竹六福村郊游途州 发生火烧车 23人命丧火枯 当时老师林靖娟第一时间救出几个孩子 但再次上车救人却被烈焰吞噬 临死前他怀里抱着四个孩子 其中一位就是侯友宜的儿子 我要学校还给我一个小孩子 命运捉弄人 让侯友宜跟儿子父子之情短短三年 B管内侯友宜拉着太太共患难和等煎熬 侯友宜说过就是那刻 他才懂得受害者家属的追星之痛 或许是因为这样痛心的经历 侯友宜对妇幼问题孩子安全格外能将心比心 除了每年纪念5月15号儿童安全日 每当跑行程看到孩子都很想抱一抱 更为孩子们默默努力 那一场悲剧其实侯友宜很少提到 是他心中这个真的永远的痛 是去了一个他最亲爱的孩子 他把这样子对孩子的爱还有一个愧疚 然后转变成他服务社会大众 他就是铁汉柔情 他当一辈子刑警警政署长 抓坏人的时候是霹雳手段 可是呢他照顾这些年轻的 照顾下一代 他就心这么牢牢 失去孩子这份遗憾伤痛过后 侯友宜不应打击沉沦 反倒化为力量 推动关怀幼儿安全的各项政策 继续为国家奉献 记者张超鹏黎玄台北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4大选 或许最后10天可能就会翻盘 而且到底谁的一句话 最可能就是关键呢 那我们先来看到相关的民调显示 好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 赖销配35.2% 侯康配是32.1% 那至于柯银配19.7% 好蓝绿的部分呢 赖销配跟侯康配之间 差距在3.1% 那么另外一期主队的民调云显示 赖销配38.5% 侯康配35.1% 那么柯银配是19.6% 好这里的差距呢 是3.4个百分点 那么看到中时新闻网的民调 赖销配32.7% 侯康配29% 那柯银配19.7% 差距呢也是在大概3% 左右 好那现在蓝绿呢 会来进行的相关证件过招 包括呢主要针对青年 针对幼童的部分 我们看到国民党这边呢 侯康配呢 泡出了是学代呢 全免息 那赖销的这里呢 就提出了优化儿童的医疗 好看到了刚刚的这份 这几份民调 那么立委参选人 许晓星他说啊 几份民调都是呈现一样的 趋势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好大约呢都在一两周之前 感觉呢差到了5% 可是到了这几天呢 看起来都在3%左右 那从5%追到3% 这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难度也很高 好那是不是还有机会 这个近距离来缩小等等 甚至有可能出现黄金交叉 好我们来看到 美领导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他说呢 柯文哲其实是可以决定 2024总统大选 最后结果的关键人物 只要在最后10天 民调封关的时候 他出来喊个口号 喊什么喊政党轮替 马上就能够翻盘了 同时他也说最后的输赢 会在一两%之间而已 那最后一个星期 或是最后三天 可能就会出现翻盘 好因为事情会更多的一些 弊案会出来 会有些爆炸性的消息跑出来 到底最后10天是不是可能就会出现翻盘呢 我们来听一下吴董的分析 因为35.2跟32.1只差3.1个百分点 3.1个百分点不用谈都是误差值 那误差值 现在我讲一个比较简单一句话 就赖清德讲的 最后一定会去保 对不对 对为什么 太接近了 真的太接近了 而且其实是美脑电子报是 但我觉得我们参考很有公信力 那还有几份民调也都同样趋势 都是一样 所以同样趋势都是在误差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在大约一到两周之前 是大概是几个百分 是5个百分点 包含了美脑电子报是5% 然后其他内藏5%都是5%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几天都是3% 所以这两周以来 你可以看到其实追有 你不要想说数字都差不多很接近 5% 3% 没有 其实从5%追到3% 这2%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其实他难度是很高的 对 那我现在讲意思是说 按照赖清德说法 最后会去保 去保时间到最后一个礼拜左右 我认为最晚最晚最晚 因为到柯P的19.7% 为什么他会降下来 理由就是有部分 最后要投票那一刹那的人 觉得他投这个票变成无效票 可是吴总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这边就是民众党这里 他最近往上的这些 就是从赖清德玻璃过来的 是不会气宝的 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因为他本来就是已经 就是我们双方越来越近了 那他在这个时间点 他还从赖消改到柯营 他代表说他对于民进党非常不爽 现在已经是选前30天了 他的情绪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他如果说民进党希望说 要气白保绿 这个难度其实相对很高 柯文哲其实是可以决定 2024的总统选举的最后结果的 那个重要关键的人物 因为柯文哲最后的10天 如果他喊出来 他喊的口号是什么 就政党轮替 我们现在看一下柯文哲自己的主张 柯文哲他在 柯文哲讲的你看 他挺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是12月13号讲的话 然后松口 政党轮替不能走回原点 那换言之讲 柯文哲会不会在最后10天 封关的时候 他确定他不可能当选总统了 因为他现在我认为他已经确定了 他可能还不接受了 柯文哲会继续支持他 那我还是根据我的第三者的 我专业判断认为柯文哲不会当选总统 就会有两个问题出来 他的政党票可能会维持很高 但是他的这个总统票 大概维持20% 甚至于多一点 大概300万票左右 换言之讲 这个猴300万票的话 那这个猴跟这个猴跟这个赖的话 大概都是在550万票 对 550万票左右 所以这个300万票会不会 如果按照赖清的讲法会下降 所以如果这个300万票 或是200万票的时候 有动 有移动的话 柯P挑出来喊政党轮替 最后10天喊政党轮替的话 那这时候马上就翻盘了 好 是不是真如乌董所说的呢 如果在最后的10天 柯文哲出来喊出了一句政党轮替 就有机会翻盘了呢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时事评论员黄文明他说呢 讲到气宝的部分 蓝军呢不该去提气宝 而是要由柯阵营的人来讲 我们要顾全大局 要实现政党轮替 或者呢要由第三方来喊 那如果是蓝军去喊的话 就会出现反效果 那同时我们针对了 其他这个县市的部分 来针对这个候选人 相关的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呢显示 包括在新北市台北市 陶竹苗地区呢 都是由这个侯康佩来领先 那么另外呢 在中正同云嘉南高平 只要中南部的部分呢 主要是赖萧配领先 那其他地方 宜花东呢 彭金马 这个是侯康佩 而且呢看到柯营配这边呢 在这个地方 也有10%左右的一个支持度 好那显示说 南部也不是真的 也这么绿道出之啦 因为侯康佩 在中南部也是有一定的支持 那么看到向荣介说 侯友宜跟南部相亲的互动 有共同的语言 那透过勤走多接触 要找回去年市长选举时 选民的感动 来唤起六成民意 想要下架民进党的决心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是不是有可能在最后 会出现气宝呢 好因为其实现在 这个赖萧配 大多都还是领先的 那侯康佩以些为的差距 大概3%左右 紧追在后 水平原系韩冰就呼吁说 国民党呢 千万不要期待在最后关头 会发生气宝的效应 因为气科不一定是饱猴 也可能会有人气科饱赖 那所谓的气宝效应呢 并不是一定是对国民党 比较有利的 所以还要提醒国民党啦 现在应该要专心的揪出 绿营执政底下的一些种种弊案 让选民清楚了解 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政党轮替 这样的选战策略才有胜遂 我觉得今年根本不太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气宝效应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蓝军竟然决定单独参战 那就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要单独赢过这场选战 你不用去想什么其他的问题 假设真的蓝绿一直这样蠶斗 蠶斗到最后的时候 发觉柯P真的跟这两个人差太远了 那一定会发生一件事就是 也许有一些人就想说 那我要投给惠盈的那一个 那请问一下他 他这个气宝可不是全部都气宝到侯康这边 他很多是气宝都赖这边 所以实际上这对蓝军未必有利 我想这样的话 而就算是平均分配 对选群也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不用去想那些什么气宝不气宝 就是自己要赢就对了 现在蓝军方向要非常明确 就是第一个 你要攻的答案绝对是賴清德 柯P是理都不用理他 没有人去再跟第三名纏斗了 除非你是250 然后第二个就是 要赶快抓出真正重大的弊案 我一直认为是应该要抓紧节奏 去攻击民进党所有的缺失 那最好能够抓出弊案出来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因为说真的 我一直在讲 弊案需要时间发酵 弊案至少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现在大概只剩三个礼拜了 对 所以你大概只剩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做这件事 所以要赶快把这些东西挖出来 然后挖出来之后疯狂猛打 然后尽力把这些效应整个扩散出去 这样子才能够对选情产生影响 以现在的选情来说 其实不用多 你只要影响到5%选民你就赢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双方距离很近 这次选战可能最后输赢在50万票左右 所以输赢在50万票左右的话 那就是牵一把而动全身 你只要任何人走错一步路 就可能会造成整个翻盘 所以蓝军现在的策略非常简单 自己尽量不要失分 然后想尽办法对赖清德穷追猛打 这样子才会有胜算 期待气宝效应叫自欺激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任何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